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公元2018年12月28号 今天的主要新闻有 达来喇嘛尊者接受印度斯坦时报专访 达来喇嘛尊者在印度菩提加业展开一系列红发行程 司政将出席在菩提加业举行的长寿祈祷仪式 司政出席第六次学生领袖培训会 下面请看详细内容 西藏精神领袖达来喇嘛尊者 在印度菩提加业接受印度斯坦时报专访 谈及尊者的健康状况和转世制度 以及尊者和司政的关系等多个问题 12月25号 印度斯坦时报刊登了一篇 对西藏精神领袖达来喇嘛尊者 在印度菩提加业进行的长篇专访报道 在这篇专访报道中 达来喇嘛尊者按照记者的提问 谈及到了多个议题 如达来喇嘛尊者的健康状况和转世制度 两位嘎嘛嘎举派的继承者 以及近期一些印度媒体肆意传播毫无根据的消息 趁藏人行政中央司政洛桑桑格 经常无视14世达来喇嘛尊者的建议 尊者和司政的关系怎样等 达来喇嘛尊者在这篇专访报道中 对上述问题回答道 自己的健康状况相当不错 对于一个84岁的老人来说 还是相当不错 针对达来喇嘛尊者的转世问题 尊者回答道 关于下一世达来喇嘛的转世问题 无需操心 因为早在1969年就明确指出 要由西藏人民来决定 达来喇嘛的转世制度是否应该继续下去 他们会决定我没关心 同样在专访中 针对有媒体报道说 藏人行政中央司政洛桑桑格 经常无视14世达来喇嘛尊者的建议 记者问及达来喇嘛尊者 和司政洛桑桑格的关系怎样时 尊者回答道 因为他是民选政治领袖 所有的决策权都在他手中 我从未试图控制政治领导 但是同时他相信我信任我 接下来请收看达来喇嘛尊者 在印度佛教圣地菩提加业展开的一系列红法行程 12月21号 达来喇嘛尊者在印度佛教圣地菩提加业 会见了跨宗教对话论坛成员 该论坛由甘丹佩玲佛教徒 印度教徒 基督徒 伊斯兰教徒 西纳教徒 西克教徒等多个宗教徒组成 跨宗教论坛成员负责人 欢迎尊者地领菩提加业 并向尊者禀告 2001年在菩提加业成立了跨宗教团体 该成员曾多次举行相互访问不同信仰的寺院 并共同庆祝各自的宗教节日 推广各宗教间共同传递的信息 爱和同情 积极鼓励尊重所有宗教 达来喇嘛尊者亲切地对这些成员称之为兄弟姐妹 尊者表示 正如我经常所提到的那样 我们同属于70亿人类的一员 同样我们都只有两只眼睛 一只鼻子 只是我们中间的一些人身上多了一身忙而已 从精神上和情感上讲 我们都是一样的 每个人都希望能过上幸福快乐的生活 当我们在年幼时 在母亲的关心和爱护下成长 我们就体会到爱和同情是幸福的渊泉 尊者表示 我对人类富有基本的同情心的信念 是不会动摇的 并且相信每个人都带有爱与慈悲的种子 尊者还强调 宗教与爱和慈悲息息相关 因为每个人都需要爱和幸福 同样不同宗教间和谐相处至关重要 12月22号 尊者参加了由泰国巴拉特佛教协会 达赖喇嘛信托基金和瓦勒纳西西藏综合学院联合举行的国际三藏研讨会 研讨会在菩提加业的瓦特帕佛特兰寺举行 今年年初 尊者为这座寺院的落成举行了开光仪式 达赖喇嘛尊者在研讨会开幕式上 向500多名泰国僧侣和信众进行了开示 并且高度在养了近期举行的泰藏交流 尊者过去曾提议 为了更广泛的利益众生 藏泰佛教团体应该进行交流对话 当天尊者达赖喇嘛还强调 佛陀教法是为获得解脱之法门 为了解脱我们需要断除烦恼 要断除烦恼就需要挣得无我之智慧 而这无法用定学能断除 戒学、定学、会学这三学中会学最重要 12月24号 达赖喇嘛尊者继续在菩提加业 向与会的各国信众传授了 佛子行三十七颂和适量论等妙法 并指出佛教是一种基于理性和逻辑的宗教 佛教教义的核心在于进化心灵 去修学和实践 而不是盲目地进行祈祷和礼拜 若想要从苦海中得到解脱 就要从内心进化开始 同时爱与慈悲心自然而生 尊者还表示 宗教间需要互相尊重 所有的宗教都是在畅当爱与慈悲 无论一些宗教是否信仰上帝的存在 但是人的行为很重要 所以这就是为什么我们必须学会如何培养爱心 并且强调各种精神传统之间的相互尊重也至关重要 尊者指出 当今世界我们所面临的许多问题都是我们自己造成的 世上所有暴力行为都与我们的情绪有关 因为我们缺乏内心的平静 对他人的同行心和宽容 因此我们必须要思考如何发展内心的力量 以世俗论理和道德原则 让二十一世纪成为一个和平的世纪 此外藏人行政中央将代表西藏境内外全体藏人 将在印度圣地菩提加业向西藏精神领袖达赖喇嘛尊者 共奉永久住世仪轨 12月31日 藏人行政中央内阁嘎下将代表西藏境内外全体藏人民众 向达赖喇嘛尊者共奉永久住世仪轨 藏人行政中央将在永久住世仪轨上向尊者敬献113尊释迦摩尼佛像 这113尊佛像代表达赖喇嘛尊者将住世至113岁 去年元月14日 在第34届十轮金刚灌顶法会结束后 藏人行政中央向尊者共奉了永久住世仪轨 并得到尊者将住世至113岁的这一令人鼓舞之许诺 藏人行政中央次战洛喇双格 也于12月26日抵达印度首都新德里 并与当地官员和政要进行了会面后 12月31日前往菩提加业 出席向达赖喇嘛尊者共奉的长寿祈祷仪式 请继续收看今天的最后一则新闻 藏人行政中央次战洛喇双格 出席在印北达兰萨拉西藏儿童村学校 举办的第六次学生领袖培训会开幕式 并发表了演讲 12月22日 藏人行政中央次战洛喇双格为主的 西藏人民议会议长白马琼乃 藏人行政中央教育部长白马杨金 藏人行政中央外交与新闻部秘书长 达布索南诺部等出席了第六次学生领袖培训会开幕式 司政在开幕式上发表讲话时指出 伟大的天才爱因斯丹曾说过 成功等于1%的智慧和99%的勤奋 所以你们要加倍努力 不管遇到什么样的挫折 要勇敢面对困难 克服困难 在这个世界上 犹太人的数量只有0.2% 可是他们却获得了22.5%的诺贝尔奖 因为他们非常勤奋 从来不会因失败而退却 藏人行政中央教育部长白马杨金 向学生致辞时表示 这次藏人行政中央教育部举办的 第六次学生领袖培训会 旨在促进学生对领导能力方面 获得更多的知识 同样希望学生通过这次培训会 为自己明确树立人生的发展目标 藏人行政中央教育部秘书长 在介绍此次培训会状况时表示 此次前来参见学生领袖培训会的学生 来自印度和尼泊尔境内的31所学校 共300多名10年级学生 藏人行政中央电视台 本周西藏华语节目就到此结束了 感谢您的收看 我们下周统一时间再会 祝您有个愉快的周末